大家好 上一节课我们展示了一个静态页面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看一下Tolado的模板 首先我们会介绍一下模板的语法 然后模板怎么样去调用 然后Tolado自带的UI模块 也就是Tolado.web.uimodule的调用方法 接着来看一下上一节课的例子 在HomeHunter里面我们有self.render.login.html 然后error等于一个空的字符串 我们看看login.html 第一句话是extense.base.html 这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看一下base.html里面的内容 当然里面就是html的一段代码 东西比较复杂不太容易看 那么我们在页面上把它显示出来一下 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login.html的上半部分 所以我们称作login.htmlextense.base.html 实际上是一个包含的关系 接着看 第二句是block.body 百分号 大括号 然后是if.error 也是在百分号大括号里面 除去它里面的内容 接着具有模板语意的是end 在百分号里面 然后是一个表单 接着又是一个end if.error和这个表单 实际上都是block.body的一部分 然后这个span 是if.error这个if表达室里面的一个部分 大家可能已经发现 login.html里面 其实并没有html里面的一些标签 比如说开始的时候要用一个html 然后结束的时候也用一个html 表示结束 那它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呢 套密就在base.html里面 看一下base.html里面的内容 我们发现这里也有body这个block 然后base.html是一个完整的html的document 只不过在base.html里面 这个bodyblock是一个空的字符创 那在login.html里面 body这个block里面有一些内容 我们可以理解为 login这个html重写了base.html里面 这个bodyblock 所以除了bodyblock以外 base.html里面其他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代码重用 重载 这个概念可能让大家非常熟悉 实际上extend我们就在这里称为它 是继承了base.html 而body这个block就是一个重写 同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login.html它本身并不算是一个html里面的文档 所以除了可以重写的部分以外 在login.html里面添加的任何字符创 在页面上都是不会被显示的 我们来做个实验 在login.html里面加入一句话 把rendor的组页改回来 重写服务 刷新一下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都没显示 那如果我们确实有需要加 这一句话该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把这句话加到base.html里面去 重写一下服务 那么现在就显示出来了 也就是说 主模板 功能在block标签 外面 定义内容 接着往下阅读 那么就来到if error这个大括号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error的值为真 那么就显示这个span 我们注意到显示一个变量的时候 取值是有两个大括号把它破起来 在我们的程序里面 error是一个空的字符创 那我们往里面加一点东西 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运行一下看看 那么这个span就写出来了 在这个表单里面还有一个model 这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应用 这个是用来防止跨站攻击的 因为表单一旦你点击submit 那么就会发起一个新的post请求 服务端需要识别 这个submit的确定是来自你这个页面 那么xrsformhtml就在这里起到一个标志的作用 我们知道模板本身最后也是由tlato这个框架来解析的 要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去tlato的原码里面看一下 打开tlato.web.application这个class 我们往下看一下 我们记得在我们初始化application的时候传过很多参数 比如说static path template path 在tlato.web.application里面一下就看到了 xsrfform.html 是在uimodels里面 也就是说linkify xsrfformhtml以及template这三个 是tlato自带的uimodels 因此我们可以不做任何处理 直接在前端调用 我们在html页面里面使用model xsrfform.html 实际上调用的是下外线 xsrfformhtml 我们看一下它的代码 它是一个uimodels的类 然后重载了render方法 我们接着点进去 xsrfformhtml这个方法里面看一下 return到底是个什么值 可以看到实际上就是一个html元素 把html元素放在model里面供前端调用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即使是非常复杂的html元素 我们也可以在前端十分容易的调用 刚才结合之前的例子 给大家介绍了模板的几种语法 除了刚才的几种语法之外 模板还有其他的几种用法 在这里我将给大家一一举例说明 第一种 apply function end 这个意思是把apply与end之间的内容 作为参数传递给function 那么很明显 这个表达式的结果就是function处理之后的结果 那么在哪些层景下一般会用到apply呢 比如说 以我们刚才看到的models举例 在这里看到 module xsrfform html 这个方法在这里可以直接调用 也就是说 在ui module时 这个字典里面的这几个方法都是可以直接在页面上调用的 我们以linkify举例说明好了 我们直接放一个http网址在这里 然后放一个bylinkify的网址在这里 对比看一下效果 重启下服务 重启下服务 我们runder的是login.html 那只是作为测试 所以这个格式有点不好看 但是结果还是比较明显 没有linkify的http网址就是一个字符串而已 那后面这个就是我们linkify之后的结果 我们点击它就是可以直接link到相应的网站 大家也许会跟我一样好奇 这个linkify是怎么样起作用的 我们可不可以添加字符串的方法呢 答案是可以的 还是来到tlada的原码 看到这里有一个gettemplate的namespace方法 namespace里面的每一个方法 都可以在template里面直接调用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不一定式的方法 namespace是一个字典 那么它update了self.ui 我们看一下self.ui是什么 self.ui实际上也是一个 并且它默认会把application.ui method里面的东西 自动加到self.ui里面去 而self.ui是属于哪一个class呢 是属于request handle 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自己添加一个方法 供前端去调用了 我们在这里加一个方法去处理一下字符串 在rander这个 在这个login.html之前 把我们刚才添加的方法 加入到self.ui里面去 我们把它叫做test function 注意后面不要添加括号 因为一旦你添加了括号 这个等号右侧的值 就变成了一个stream 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个方法 复制给self.ui里面的test function 我们应该在base.html里面去添加 我们把这个linkedify改下 改成test function 重启一下服务 可以看到刚才是显示一个链接的地方 现在变成了test stream 然后加上传进来的一个message 当然我们也可以试试这样 执行一下 达到了跟linkedify一样的效果 但实际上我们调用的是我们自己的方法 test function 接着来看看第二种 auto escape auto escape和转译有关 tlado默认是转译所有字符的 转译所有字符串的意思就是说 把字符串仅仅当作字符串来处理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在这里输入一个具有语意的html元素 如果我们直接在html页面上写出这个message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中间服务 这就是自动会转译的意思 把字符串仅仅当作字符串来处理 那如果我们需要局部不转移 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 做一个实验 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 直接取message 那么就把它当作一个字符串取出来了 而用rall message就看到tester以H1的格式显示在栏页面上 Tlado默认是应用了AutoEscape 那我们可以用AutoEscape Now来指定默认不转译本文件里面的内容 然后配合Escape转移某一处 达到局部转移的效果 Escape跟Rall是完全相反 一一对应的 那么这里就不再演示了 接着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Fore循环 模板里的Fore循环和Python里面的Fore循环类似 并且可以在里面使用Break Continue这样的表达式 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Render方法里面传入一个处组 然后在前端用Fore循环把List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Continue 可以看到list里面的东西就成功的取出来了 第四点就是if condition 刚才我们看到了比较简单的if条件的判断 那实际上if条件判断还可以用else if 因为这个比较简单这里就不再演示了 第五点 include 我们需要注意include和extense的区别 对于extense我们把它理解为继承 如果一个文件extend另外一个html文件 那么extend必须放在第一行 而且子模板中不能有其他的html标签 如果子模板想加入自己的内容 那就必须重载block include 可以理解为两个html文件里面的元素简单的累加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这里有一个entry2.html 里面只有一行字符串 那么我们在base.html里面去include entry2.html 看一下 那么entry2.html里面的内容就放在了base.html里面 那关于模板的最后一点 就是创建一个变量 用大括号百分号set 变量名等于变量的值 来创建一个变量 在当前的html文件中 可以用大括号大括号x来取得这个值 如果我们在一个html文件里面要多次使用这个值的话 这样做是十分方便的 那么关于模板的方方面面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关于template的信息 可以去Tolato的template.py文件里面去看更具体的信息 在这一节课里我们都是只是举一些简单的例子 来说明模板语言的一些语法 那么在下一节课我们将会创建一个blog的模板页面 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